莊重、準確和完整地宣讀 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誓言 梁柔兩人在就職宣誓的莊嚴場合上 完全違反依法宣誓所有的規定 也激起了香港人強烈的憤慨 高院的裁決彰顯了公正和公義 我們期望法庭的裁決能夠平息 近日有關宣誓風波所引起的爭議 讓到議會和社會可以重回正軌 另外根據裁決梁柔兩人的立法會議員資格 已經在10月12日被取消 他們已經無權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行事 不能享受相應的待遇 因此我們要求立法會秘書處 盡快處理梁柔二人 因為議員身份而享有的待遇及權利 包括追犯他們不應該得到的薪酬 以及各種津貼的開支 以上就是我們民建聯就著剛剛裁決的一個回應 我現在想請我們其他的成員都回應一下裁決的內容 我講兩句 今天法院的裁決我們表示歡迎 亦都很清晰地將關於宣誓及聲明條例 基本法104條和全國人大常委釋法的要求 都再三在今次的判決裏面說得非常清楚 對於宣誓的要求大家是不需要有再多爭議 因為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個決定 即今日這個裁決我們是歡迎的 亦都希望政府和立法會秘書處 對於執行相關的決定能夠盡快地處理 其實這次的判詞大家看到其實有50多頁的一個判決書 剛才雖然我們沒有非常長的時間去看 但是剛才我們在初步看一看判決書 其實我們看到法官其實在作出這個判決的時候 亦都說出就算是沒有這次人大常委的釋法 他若果是以這個普通法和我們香港相關的條例的條文 他作出判決的話 其實他亦都會在這宗案件裏面 判決梁柔兩個人的資格應該會被褫奪的 而且在判決書裏面其實這次你會見到 就算梁柔兩位的法律代表 在這宗案件裏面 他們對自己的當事人即梁柔兩位 他們的言行舉止是不符合宣誓及聲明條例 這一點其實他們在法庭裏面 自己亦都沒有爭議過的 所以你看到法官清楚說出 在這次判決裏面 其實與眾方是並不需要爭議 法庭亦都無需要裁定 究竟梁柔兩國的行為舉止 是否成為這個不符合宣誓及聲明條例 因為就算他兩位自己的法律代表 在法庭裏面亦都不爭議這一點 所以我很相信這次其實不論在法庭裏面 其實亦都跟我們過去這個月裏面 在社會大眾裏面 大家的結論一樣 就是根本上他們兩位的言行舉止 其實已經是不能構成一個有效的宣誓 我會用大快人心來形容這次法庭的裁決 因為我即時已經收到很多市民的迴響 對於這次法庭的裁決 是感到非常之安慰 因為這次法庭的裁決很正式 亦都很清晰地顯示到 在立法會議員的宣誓 是必須要真誠 莊盡 準確和完整的 這個判決亦都解決了很多立法會現在的問題 有很多市民跟我說 希望這次法庭的裁決 是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案例 令到未來的一些副爭議的議員的宣誓 亦都可以得到公正的裁決 令到立法會可以重回正軌 亦都希望立法會可以繼續正常運作 集中民生和經濟的議題 亦都希望從此以後 一些會辱華和宣揚港獨的人士 不要再打算進入立法會 好 看看其他成員任務補充 好 蔣麗雲議員 各位建制派議員是建記者的 他們對法庭的裁決是表示歡迎 指出兩個人是違法 即是由尤惠貞和梁仲恆 是違反基本法 依法宣誓 沒有去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希望高等法院的裁決 令到社會和立法會運作 可以重回正軌 希望有關方面 儘快處理兩個人有關在立法會上 議食上等等的問題 亦都包括追討新增的問題 再跟進一下法院的裁決 記者陳日斯在高等法院外面 法官的判詞還提及什麼呢 法官的判詞就說到 尤惠貞和梁仲恆在宣誓那天的行為 是很客觀和清楚顯示 無論他們在形式及內容上 都是不願意依照《基本法》第104條 以及《宣誓及聲明條例》 作出立法會議員的一個宣誓 再者他們兩個人 亦都沒有就這一點 在陳詞或證據方面提出意義 到底他們在宣誓期間做了什麼 令到法官有這樣的看法 法官就說 他們兩個人分別在開始宣誓的時候 是用到香港國這個字 而在立法會秘書干涉之後 他們各自將China讀成為Zina 而尤惠貞亦都將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的一些字眼讀成粗口 另外他們亦都各自展示了 我將引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藍色條幅 吳梁仲恆在立法會秘書干涉之後 他亦都繼續用一個輕滅 以及不認真的聲調去宣誓誓詞 以及以用右手的中指及食指 在聖經上做出一個交叉的手勢 而尤惠貞亦都高聲強調Hong Kong這個字 但就用比較低層的語調 很急速地讀其他誓詞 所以法庭就注意到他們兩個人 是無藉到這個陳詞或證據提出一些論據 去證明他們在宣誓那一天 宣誓是符合了《基本法》第104條 以及宣誓及聲明條例所定名的一些規則 另外大家都關注到究竟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一個釋法 對今次的裁決有沒有影響 法官就說他今次的裁決 即使是有釋法也好沒有釋法也好 對他是怎樣看這個案件 都是沒有影響的 我在這裏的報導是禁哥 先將時間交給彭健華 到來